高雄有一間宮廟被附近的居民直擊到燃放大量的鞭炮造成嚴重空污 對此廟方喊邊說是因為有其他的宮廟繞境經過 才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只能柔性勸導無法強引的制止 不過呢環保局表示說 將會根據住戶拍攝的影片進行舉罰 炮聲不斷 煙火大量釋放 情況越來越誇張 橘色煙霧弥漫天空 幾乎遮住視線 煙城大道把遠處大樓全數遮蔽 連看都看不見 誇張景象就在高雄三民區一間宮廟 附近出乎說這種現象已經好幾十年 就在路中延放 噪音啊 空污啊 萬一那個火星進來 我們著火怎麼辦 不能理解的是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在路上這樣放一整路的泡 就怕火花一個不小心飛進家裡會秀儲 空污加上噪音 這樣怎麼生活 對此廟方也難為 因為鞭炮煙火不是他們放的 這些宮廟來這邊參訪 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去制止他們這些行為的產生 甚至都跟他說可能會有被開單的風險 他們聽 但是他們也不見得會去遵守 原來其他宮廟 繞境經過 釋放大量鞭炮煙火 規勸過 但聽不聽是一回事 現在被住戶拍下 環保局也找上門 要宮廟提供 繞境名單 畢竟空污嚴重 必須開發 依空污法32條規定進行舉發 殘儲1200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環 宮廟繞境 燃放鞭炮煙火 住戶困擾不已 如何在民俗慶典與生活品質取得平衡 恐怕是一大難題 記者蕭志遠 高雄裁判報導